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个以社会设计去回应 弱势群体需要的是石家镇Marco 他的设计将艺术以另一种方法 带去给视像人士欣赏 我是Marco 我的工作是透过设计去推动 视像人士的文化艺术平权 在我心目中 社会设计是一个很重视人的一门设计 而我们透过很多不同的对话 还要收纳大家不同的想法 令这个设计完善 去回应社会上不同的需要 而我们觉得社会设计一定是参与式的 我们在过程中 一定要透过用不同的实验模式 去试试究竟是否能回应社会议题 或者这个痛点或需要 所以社会设计是一个 跟人的互动 以及一定是参与式的过程 一路认知设计师是我们去做平面设计 做好些东西 可能去做产品设计 我们就是设计一张椅 或者设计一些桌子 出来给人 但我们是一些很实际的东西 但如果我们去想 我们如何去设计我们的城市 设计我们的社会的时候 这个是我很有兴趣的 而我希望用设计不同的工具 不同的思考模式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令这个社会可以变得更好 我们的城市中有这么多种范畴 为何会着眼于 视像人士的艺术文化在这一面 一路去想视像朋友有什么需要 很明显有很多不同的志愿组织 或者是非毛利益团体 已经是回应他们 可能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很即时的需要 但我们也想 其实除了这些这么即时的生理需要也好 或者一些很基本的需要 其实我们相信视像朋友 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兴趣 去认识文化技术 只不过我们整个城市的设计里面 暂时不容许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作为设计师 我们可以怎样去做 所以我们选择了利用我们的专业 我们透过我们的团队 一起去用设计去回应这个 我们看到的空间 其实是未有人去探索的 而我们也很希望视像朋友 都可以接触到文化和艺术 进而可以认识他们自我 我们其中一个最特别的服务 或者一个产品 其实就是触感听角互动系统 就是TAIS 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件事 为什么我们会特别选触触感和听角 这件事呢 其实我们一直去看现在视像朋友 他们去接触文化艺术 他们用什么方法呢 首先我们也做了一个研究 我们会知道有触感图 亦会有声音 亦会有声音 就是口述影像 但两样东西都是分开的 而我们的提供 TAIS 就是将两样东西 不认识尤学 为何我们会这样做呢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们很想去让视像朋友 可以有自主 那我们如果用触感图的时候 其实他们摸的时候 他们可能都会摸到 是什么的 可能要去确定的时候 他们是要问第三者 可能是他们的家人 他们的朋友 如果是口述影像 更加要依賴第三者 對於見視人士 對色彩、事物都有一定的概念 但對於一些視像人士 又如何令他們理解這個概念呢 設計過程中,我都要想 視像朋友如何理解顏色 因為可能我們都會很害怕 他們看不到 沒有跟他們的形容有顏色 但其實是否應該是這樣 我們覺得不是 所以我們透過我們的設計 都設計了不同的模式 去讓視像朋友理解顏色 我們理解顏色 通常我們一學 就可以學暖色系和冷色系 不會斷開的線條去設計冷色系 例如綠色、藍色、紫色 而暖色系 我們會用一些點狀 不同形狀的模式 去顯示它們是暖色 這是我們所思考的 一如過往的設計 我們都會拿去測試 去做測試 我們就問視著朋友 他會說 你能分解哪一行是暖色 哪一行是冷色呢 一摸 一條線是冷色系 一點一點是暖色系 這也是告訴我們 原來它們真的能分辨 這就是我們的觸感聽覺互動系統 我們利用視像人士最強的兩個感官 一個就是觸感 一個就是聽覺 去讓它們兩樣同步 讓它們去理解不同的影像資訊 你看到我們這裡的線 或者不同的模式 其實是凸起的 它們手摸它時便會知道它們在摸甚麼 除了觸感之外 我們如何讓它們同步 我們在後面 其實我們有一些按鈕 藏在裡面的時候 當它們一按 它就會形容這裡 眼睛和笑容 是怎樣的 如果我按背景這裡 它就會形容背景 我們很希望視像朋友 透過這個同步 讓它們建立一個更好的 mental image 為了令展品 十全十美感 在視像人士腦海上呈現 Marco和他的團隊都用盡辦法 所有東西都從不顯眼的地方入手 我們在設計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小心思 譬如我們這裡有個箭咀 其實是告訴自助的朋友 當它接觸了一幅圖畫的時候 究竟這幅畫應該是怎樣的位置 應該是哪一面向上 哪一面向下 這個箭咀就可以讓它們知道 你看到我們的框裡面 其實有四點 十二點方向 九點方向 六點方向 三點方向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特意加進去的 因為視像朋友 他們去認知方向的時候 其實通常我們會說 這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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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視像朋友 其實他們是用一個時鐘的認知 去理解不同方向 我們希望讓視像朋友 和見事的朋友 其實他們可以在同樣一幅畫畫裡 去知道究竟這幅畫是說甚麼 或是他們在理解 或是他們在跟這幅畫互動 藝術品其實可以令受眾 和社會發生聯繫 為達到這個目的 Marco就想由香港這個城市出發 我們很想視像朋友去認識我們 或者認識他們自己居住的城市 他們不會只是在上學 上班或是在家 甚至只是去超級市場 會否有更多誘因 讓他們出去呢 讓他們有更多不同的社會 互動和社交 所以我們很希望把這套系統 帶去我們城市不同的場景 你會看到我們其實做了我們的維港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 我們最出名的就是我們維港的夜景 其實視像朋友是沒有甚麼機會 或者有些是沒有機會去見過 我們就用了這個觸感聽國語帶統 展現了出來 希望他們去知道 你居住的香港其實是這樣的 我們去看香港的維港是怎樣 或者我們城市的線條是怎樣 我們其實在後面 亦有很多不同的按鈕在後面 我們是用了不同角落 城市角落的聲音 去顯示不同區的特色 我們希望未來可以將它 發展到不同的城市 可能倫敦或者紐約 或者其他不同世界各地的城市 可以有這個藝術 除了舉行展覽 他們還將這個技術帶到盲人學校 融入現有的書本之中 成為一套實用的教材 需要以外 其實我們都… 因為剛才所說的設計的過程中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參與者 我們設計的過程中 我們也考慮到老師 我們不想重新設計一大堆東西 加重老師的負擔 令他們覺得 我又要多教一科 反而我們將它現有的教材 轉化成這些觸感圖 輔助他們的教學 亦可以達到我們想達到的效果 就是讓學生可以提高他們的興趣 提高他們的自主學習的概念 要有源源不絕的設計靈感 原來是來自一個十多年前的畫展 我們靈感的來源 是來自十三年前的一個攝影展 是有一群日本攝影師 他們全都是視像朋友 十三年前我們去到的時候 我們都驚訝相片質素之高 我們都去問當時的拆展人和攝影師 究竟其實他們看不到東西 是怎樣攝影的 這裡我們看到其實他們的一些作品 他們也跟我們說 其實眼睛不是唯一一個 我們和互動或我們看到世界的渠道 他們也跟我們說 有很多不同的渠道 我們的皮膚會感受到太陽的溫度 我們也會想 原來只要我們透過一些適合的渠道 適合的平台、適合的方法 其實他們都可以跟世界互動 他們其實是製作了觸感圖 讓他們的圖畫呈現 我猜這個也是讓我們 一直看我們身邊的環境時 我們也想怎樣讓視像朋友 一個更加共融的社會 讓他們透過不同的方法 都可以看到我們的世界 這就是我們靈感的來源